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做一道香菇燒土劑 這是所要準備的食材 香菇需要提前泡發好 蔥薑蒜 白糖、黑胡椒和鹽 這是葡萄酒 我把它當料酒 因為澳洲的葡萄酒非常便宜 生抽和老抽 這是我切雞塊所用到的工具 好,我們開始 下刀盡量在關節處 這砧板太滑了 我們底下放一塊玉米 這碗麵 這裏要拧一下 记得屁股丢掉 小鸡蛋保留 心肝宝贝居住 肺部组织取出扔掉 要去干净 去干净后我们清理一下 小鸡蛋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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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再来处理一下鸡腿和鸡翅 先把关节处拧一下 反拧 然后再按照关节的缝隙切就好切 鸡腿这里我们把皮和鸡 先给它挑断,往上面滤一下 烧熟了,吃起来方便一点 好了,鸡子就处理完了 下面我们处理一下香菇 我们给它一分为二就可以了 泡发香菇的水不要倒掉了 一会儿我们烧鸡子时候用 食材都处理好了 葱段,姜蒜 香菇水,这我们就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要把香菇干扁一下 给它扁出香味 不要直接拿来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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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出香味 我们就把它盛出过备用 锅里放少许油 我们来炒鸡块 一开始不要放葱姜蒜 等到炒得差不多了 我们再放 土鸡是用不着焯水的 我们要的就是鸡汤的香味 我们要的就是鸡汤的香味 加点尿酒去去肉腥味是可以的 炒香了之后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再加入葱姜蒜 这时候我们再加入葱姜蒜 轻轻轻轻轻软 硬轻轻轻轻炒一下 我们再加入佳糖 把糖炒一下 炒出糖的焦香味 单独的草堂色也可以 我嫌那样麻烦 我就合而为一了 其实草堂只是草堂的焦香味 真正的提色还是靠老抽 好了,这颜色炒得差不多了 我们把先前炒好的香菇倒进去 接着我们把香菇水倒进去 准备开始煮了 再多加盐水 因为这是一只老鸡 我们要煮一个小时以上 你也可以先用高压锅压十五分钟 然后再煮 加一勺的盐 其实如果是一年内的纸鸡 这样煮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好,我们把锅盖盖盖上 如果是一至两年之内的鸡 煮四十分钟就可以了 我这只鸡是两年以上的老母鸡 所以要煮一个小时以上 好,大火转小火 一次煮成,中间不加水 好,煮了有一个小时了 我们切开盖子看看 闻着非常的香 我们再尝尝味道 稍微偏淡了一点 我们加一点味鸡血 现在我们把鸡的内脏放进去 撒点胡椒粉 盖上锅盖 再闷个十分钟 好,我们再解开盖子看看 找一小块肉尝尝 看烂了没有 嗯,可以了 我们大火收这儿 这就是我们 切鸡腿式的刀法的效果 好,这儿收成这样 就可以了 我们撒点冲锅 出锅装盘 嗯,嗯,嗯,嗯 嗯,嗯,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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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以上就是我香谷烧土机的方法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好,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下个视频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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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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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